Hello大家好,我是肖恩 每一个女孩子都会有一个开咖啡馆,开书店,开客栈 然后养一些植物的一个梦想,对吗? 正好有一个上海的姑娘,她是去年十月份到泰国来的 然后她替你们完成了所有的这些梦想 今天我们特意到这个地方来 我和她来聊一聊,看看她是怎么实现这个梦想的 好,我们见到了叫美亦是吗? 美亦,和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找个地方坐坐啊 好嘞 Hello美亦你好 您是上海人是吗? 我上海的 对啊,刚刚我跟您碰到的时候,你说是去年十月份过来的 那十月份不是正好疫情吗? 我其实去年一月份就在泰国了 就在泰国了 对对对,我一月份从缅甸入境泰国 然后十月份的话,就之后就开始环游泰国了 就一直在泰国玩 把整个泰国给环游了一遍 然后因为差不多十个月也就肯定能把你还完了 就从最上面的美萨呀 还有什么最下面的那个叫做什么城市 到马来西亚那个城市 到那个了叫河爱啊 对,河爱我也去了 然后那些边境城市我都跑了一遍 所以该去的都去了 所以到了十月份以后是到了清迈应该说是 对就这样子到了清迈又回到清迈 回到清迈了 因为我刚才我在片头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说嘛 我说哎呀包括开一个客栈啊 开一个花店啊 开一个小咖啡馆啊养一些植物啊 是很多很多女孩子的一个梦嘛 那你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就一直到了这里以后 现在你就拥有着这些东西 当然不一定是你的是吗 但是你在这里管理 基本上你是天天住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你是怎么一个故事可以讲给大家听一下吗 是这样我去年十月份的时候突然间有个idea 就觉得我应该要看圣经 然后当时是 就网上有个消息叫做禁食祷告40天 就是不吃不吃饭不吃东西 你必须要在就不叫必须哈 就是40天一个禁食祷告 然后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是基督教会有禁食这件事 那你是之前不信教的吗 我不信教的啊你是突然有一天就忽然很想去看这个 是我以前有过禁食的经历但我以前只知道道教有庇谷对不对 对佛教有过午不食对 然后什么伊斯兰教什么的白天不吃东西有个月叫占月对对占月 但我从来不知道基督教竟然也有一个东西叫禁食祷告 然后我觉得哎既然怎么能够不知道呢 做一个对自己要求这么不严格的人我应该要解决 我就想那我就测试一下 我想本来我就以前我就过去三年是常常断食哈 因为那个时候叫道教叫断食嘛 每年都会有20多天 那我想测试一下这个禁食祷告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呢 在YouTube上搜了几个视频研究了一下啊 那我毕竟不是个基督教教徒哈 那怎么祷告我也不会那就先从看圣经开始吧 然后大概是圣经有4000章 如果你每天看10章的话你4个月就看完了 那我想我必须要找一个地方能够让我看圣经 然后在地图上搜了一下 就搜到这里了 搜到这个地方 我其实在看圣经一个礼拜之后发生了很多改变 这基本上可以称之为见证啊 就跟基督教教徒之后 一开始我以前头发是剖过的 不是黑的 我一个礼拜之后 我突然间脑子里面意识到我要去斩饭 我把它斩成黑色 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呢 我之内呢 我从青莱搬到了青麦 就是看到了这个地方把租下来 然后你就到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客人 我一开始是租租就打电话过来说 你问我问一下你包一个月多少钱 多少钱啊 我包一个月的话 如果是寒餐呢 一日三餐的话 这是7万泰铢 两个人 10万泰铢两个人相当于 哎呦那也不便宜啊 一万五人民币 那如果是不寒餐呢 嗯 一万泰铢 一万泰铢 那就两千人民币 他主要是餐柜 哈哈哈 肯定啊 你日三餐嘛 对对对 两个人嘛 嗯嗯嗯嗯嗯 那我肯定是不寒餐那个 嗯嗯嗯 那我就过来住了 嗯 然后隔天的时候 不是这里环境这样特别好 嗯 然后隔天的时候 早上我在这里逛这个老爷爷 嗯 就啊 在这边我们可以拍一下 哈哈哈 这个就是这里的主人是吗 对对对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要stay one night 就住一晚吗 stay one night 嗯 我说不是啊 我说住一个月啊 嗯 他说哦 那你住一个月的话 你就应该是我们家里人了 嗯嗯 他说因为我正好又是中国人 嗯嗯 那很多中国人是不会讲英文的嘛 嗯 他就想学中文 嗯 就是说希望我能够从第二天的早上开始 每天教他中文 嗯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每天学中文的之旅 啊 在学习中文之之间呢 他就对我就特别好 嗯 然后我们就交流了很多东西 嗯 因为他就希望长期留下来 啊 那这样你还要交房租吗 他想不让我交 但我还在交啊 啊你还在交是这样 那你从去年十月份到现在 你还是一直在交房租的 对对对 他一直跟我说那个叫安费啊 因为我做了很多事情 那我还在付钱嘛 嗯嗯 但是他 但是我说这个不要紧 啊 没事 那你现在在这个地方是负责一些什么事情呢 我在做宣传啊 做所有的东西 啊 就是 我想干什么都可以呢 走啊 是这样 哎 这个好像很特别啊 这种情况 包括开参观也行 啊 开参观也行 但是我 但现在疫情嘛 没办法搞了 嗯嗯 你就是意思就是本来这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咖啡馆 就是一个呃 相当于叫酒店吧 酒店是吗 然后还有那么一个漂亮的花园 有绝类植物啊 绝类植物的 然后你有特别喜欢花啊 草啊 这一些的是吗 这里是没有没有 不是以花取 这是草 就是植物啊 实际上 然后现在你住下来以后 那么这里的主人也就希望你能够 呃 多介绍 把这个地方宣传出去 然后有更多的人来入住 应该是这样 嗯 就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不只是录住喝咖啡也好 或者是卖蕨类也好 连这个植物都是可以销售的是啊 嗯 我们是有苗圃的 我看一下这些植物都很漂亮啊 这个人鸟超绝 外面很大 过会我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外面 嗯 嗯 是 那么呀 那就是我刚才跟你聊嘛 你不是说你是上海姑娘吗 那上海姑娘是个城里姑娘啊 城里姑娘的话 那像这样的一个纯自然的一个环境 有那么多的树 有那么多的植物 那它肯定有很多的小虫子 像比如说蚯蚓啊 像这种四角蛇呀 什么这个地方肯定会有 那么像这些东西你是怎么克服的呀 其实那些动物它是都是怕人的 但是你看到你会害怕吗 像我老婆 她看到个蟑螂 她就要尖叫 看到个壁虎 她就要尖叫 但是壁虎在泰国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事 是啊 是啊 你是天生不怕吗 怕不 我知道他们不会靠近我 看到你会尖叫吗 她看到我就跑了 哈哈哈哈 所以的话本身也不是特别的害怕是吗 就那些东西看到你马上就跑了 这种感觉也挺好的 那你作为一个城里的姑娘 你是怎么会想到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因为你之前在上海应该也是有工作的吧 有工作过吗 其实我一直环游世界 一直是在环游世界 那你就 我就大概五六年前就不 哎那那那很好啊 那正好就大家可以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收入来源来自于哪里 什么来源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 我在大学的时候 嗯很喜欢买域名 那个时候我的网名叫小爱 嗯 嗯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域名叫小点爱 嗯 xiao点ai嘛 嗯 嗯 然后隔了大概很多年之后呢 大家也知道有个叫小米的公司 出了一个叫小爱机器人 对有一个小音箱是吧 小爱小爱同学就这个是吗 对 然后我就把我的名字换掉 把域名也卖掉了 卖给他们了吗 卖给小米公司了 就是卖给要想要高价收的人吗 哦 然后从从那件事以后我就再也不工作了 卖给域名卖了很多钱吗 也没有特别多钱 那我就拿这个钱拿去做一些投资 像其实我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去了李孝来的公司 李孝来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他是国内拥有比特币最多的一个人 所以我也知道一些关于区块链一下行业的事情 所以就有些这样的 做了一些其实 哎呀现在就特别流行的就加加密货币嘛 现在大家人人都在说 对对对也做了一些那方面的投资 对对对 所以的话你就一下子变得财务自由了 呃不叫自由 就是不用上班了吗 不用上班了 哇这个是好多人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啊 对 啊 那然后你就拿着这些钱就开始做一些投资 做一些理财 然后就开始桌游世界 啊对桌游世界 哇你的这个生活不可复制啊 哈哈真的不可复制 那你接下来的打算是什么呢 像我因为我去过很多国家 嗯 那我大学4年是在英国读的 嗯 后来又去了美国待了半年 啊 然后我又就 我把各种能办的签证都办了什么 日本的啊各个国家 什么三年多次啊 美韩国的五年多次啊 新加坡的两年多次啊 呃 就大多数都办了 本来呢我2020年的计划是要去澳大利亚的 嗯 显然去不成 啊 对不对 没有去成的时候 啊就因为疫情 嗯 我本来就是一个经常在国外的人 嗯 因为我在上海已经呆了20年了 嗯 我不想再呆在上海了 我想我希望我另外的20年 另外的 不是叫另外的20年 希望我另外的日子啊 未来的日子都能够在国外生活 因为我一个国家不用待待太多年了 啊就是也是在上海大城市呆逆了 对呆逆逆了 我呆了20年上海了 我从小在上海的嘛 嗯 然后就来到了 我就选择当时1月份的时候 疫情国内新闻很恐怖 然后我当时过年是在缅甸过的 啊 然后我就在想怎么办 就做找找找个地方能够生活吧 嗯 但我不想回上海 嗯 虽然我们家里 当时我家里人是跟我一起在缅甸玩的嘛 嗯 然后我就跟家里人说 要不我们去泰国吧 因为我说泰国租个别墅也挺便宜的 啊 然后我们家里人想来想去想来想去 他们决定回上海了 然后我自己独自从缅甸费了张机票到清曼 啊 那你父母啊什么的 现在都还在上海 哦 对对对 他们在国内 就2月份的时候 他们挺可 就是给我视频的话 我在这里鸟鱼花香 他们在那里家里蹲 因为不能出门嘛 就家里面这么多人 只有分你两张门出门票 嗯 其实挺难受的 那你的未来也就是打算 还是周游世界 嗯 这几年应该是在这里了 因为我现在想把这些绝类植物全部都认一遍 啊 全部都认识一遍 这个也是你的兴趣是吗 现在是我的兴趣啊 那我现在在做科普视频 有找男朋友吗 哎 想找男朋友 我得让我老爷爷介绍 哈哈哈哈 啊 那么你就未来的男朋友的期许是什么呢 希望他是怎么样一个人 哦 首先他一定要会讲英文 啊 因为我不想做翻译啊 那那首先那你说这句话的话 可能你的意识里面 他还是一个中国人吗 希望 他可以是个外国人 但是 对 要有相同的 你怎么这么聪明 对 要有差不多的相同背景 要海外经历啊 啊 就是还是要想找到一个类似的一个人 对对对 然后是这样 然后跟你一块继续周游世界 啊 对 哈哈哈 行了 那今天谢谢你 我们过一会儿带着我们一起参观一下这个花园好吗 好的 好嘞 谢谢 刚刚坐下来和美姨啊一起聊了一下啊 那一个上海姑娘是吗 呃 用了一种大家都没有办法去模仿的方式实现了 她自己不承认是财务自由 但是我认为她这种状态其实已经是财务自由了 但是一个财务自由的一个女孩子 她没有去追寻什么LV啊 哭泣啊 呃那些大牌名牌爱马仕对不对 哎 她反而是选择那么一种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 所以有时候就在想 人到底有没有那么需要钱 对吗 就好像之前我听到一个笑话 呃就一个大富豪看到一个渔民在那个躺在躺在沙滩上的躺椅上面钓鱼 哎就问他 哎你怎么那么不求上金啊 你怎么不去赚钱啊 哎那个渔民就问他 哎 那你赚了钱想干嘛呀 大富豪说 哎你赚了钱就可以像我一样啊 躺在沙滩上啥也不管 想钓鱼就钓鱼 想晒太阳就晒太阳啊 渔民说 哎你以为我现在是在干嘛呢 我不也就这样在生活吗 所以这个故事我当时听了我就挺有感触的 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在美宜的身上也就确实啊 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出来 好了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下一期我带大家看看这里的这个男主人啊 这个老先生 我们看看他这个14000多个平方米的这个场地 我们带大家去看一眼 吃饭 用 всех感觉 吃饭 看这个 吃饭 散漏